大家可能都经常听说我们要清理肝脏或者解毒肝脏 这个概念呢其实很困惑我们 因为肝脏本身就是清理毒素的 为什么肝脏自己还要被清理呢 今天我们就讲一讲肝脏为什么需要被清理 那么清理肝脏最好的食物是什么 这可能跟你听到的大部分的建议不一样 欢迎来到思维健康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我是杨医师 这个肝脏呢如果我们不保护好它 它就会出现脂肪肝肝硬化 甚至呢肝功能衰竭 肝脏在我们身体里面有500种以上的重要的功能 特别是呢所有我们吃进去的东西 几乎都是经过肝脏来代谢和解毒的 那么有人说了肝脏能解毒 它为什么自己还会中毒呢 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的行为呢 让肝脏的功能失调了 那么肝脏自己不能解毒毒素和不良的物质呢 在肝脏里沉积 那么就会造成肝脏的损害 比如说我们喝酒 过多的酒精呢会造成酒精性的脂肪肝 我们如果吃大量的糖 我们吃的这个添加糖里面一半都是果糖 果糖呢是造成肝脏脂肪肝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其实呢我们吃的很多东西不管是天然的还是添加的 它只要含有很多的糖 特别是含有果糖 那么它对肝脏的影响都是一样的 那么有人说了那你这么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吃了 水果不能吃啊 全穀物米饭面条都不能吃了 其实呢不是这么理解的 作为一个正常的人 你在正常的平衡饮食里面 少量的吃这些东西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肝脏啊 已经因为我们过去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损害 我们现在要想流转的话 那么我们就必须对我们的饮食的要求呢 就要更严格一点 这第三个对我们肝脏损害最大的 就是我们吃的油炸的东西 那么这油炸的东西它为什么有害 就是因为它使用的都是植物油 它为了能够耐热呢 为了反复重新使用呢 它做了很多很多的化学处理 比如氧化、漂白、除臭等等 这些呢都会造成身体的严重的粘性反应 特别是高热加温之后更是这样 如果我们已经有了酒精性的脂肪肝 或者是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肝脏损害 哪些食物呢可能对我们有帮助 大家不要指望这些食物可以彻底流转我们这个问题 只能说这些食物呢 对我们这样一个情况来讲 它会有很多的好处 大家经常有个概念说 有一种症状就会有一种药来对抗它 其实呢我们现在讲的这些药物治疗的方法 或者是指望有一个神奇的食物 一下子就能流转我们这个问题 那么其实呢不是这样 我们需要养成一个长期的生活习惯 对紧要做什么和吃什么 更重要的是不做什么和不吃什么 经过长期的这样一个健康的选择 我们过去造成的损害呢 才会慢慢的流转过来 所以呢大家对食物的作用呢 要有一个比较现实的期待 最重要的是呢 健康的食物一定要吃之以恒的去做到 才会有效果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五种食物 那么对我们的肝脏是有好处的 特别是最后这两种食物啊 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 那么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讲的核桃 在肝脏解读的这个节目里面 很多人都推荐核桃 因为它富含蛋白质和脂肪 热量又很低 其实呢它和夏威夷果仁和山核桃呢 都非常近似 人在吃的时候会有一种满足感 核桃呢在我们中国的食物里面呢 特别认为它有健脑的作用 大脑就是脂肪构成的啊 它需要很多的营养 也需要健康的脂肪 核桃有这样的作用呢 是不奇怪的 所以大家可以把核桃 作为一个帮助清理肝脏的 一个重要食物 第二项呢就是Omega-3 这里呢我们讲到这Omega-3呢 它是多元的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在我们以前的视频都介绍过 它最重要的是能够抗炎 同时呢它又能够健脑 又能解决很多代谢综合症的问题 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等 所以我们总是强调这个Omega-3 Omega-3在食物里面 主要来自于深海的肥鱼 像鲑鱼金枪鱼等等 这些鱼呢一定要注意 它不能够是饲养出来的 还有的朋友说用亚麻子 那么亚麻子里面呢 它也含Omega-3 亚麻子的这个Omega-3呢 需要经过一个转化 如果一个对一个健康人来讲 它转化可能不太困难 但是呢对肝脏已经有问题的人 身体不好的人 你吃这个亚麻子油 它要转化成EPA DHA的话 才能起作用的话 这个转化率可能就比较低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可能要选择一些油的补充剂 第三种啊就是十字花类的蔬菜 把它叫十字花颗类蔬菜 是因为它的蔬菜形状啊 跟那个十字花有关 像我们说的这个花椰菜 芝麻菜大白菜 鱼肝蓝卷心菜 这些食物呢 它因为含有很多不同的植物化合物 那么它们是可以帮助肝脏解毒的 但是有些蔬菜呢 如果淀粉比较高的话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第四个呢就是草寺的牛肉 其实这个牛肉里面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呢 它恰恰是稳定的 不容易造成炎症的 但是呢 它也不是都是饱和脂肪酸 它也有不饱和脂肪酸 那很多人呢 对龙肉里面有胆骨症啊 产生一种误解 其实肉类啊 它是很有营养 这个肉类啊 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来源 和各种各样我们身体需要的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特别是它富含氮氨酸 为什么氮氨酸很重要呢 它是我们身体的甲肌的一个供体 在甲肌化循环当中啊 它能够产生一个很重要的抗氧化剂 叫做骨光肝钛 而且红肉啊 是我们身体最不容易 对它产生过敏反应的食物 不管食物再好 如果我们身体对它产生那种过敏反应 那就会造成炎症 大家知道炎症呢 是很多慢性疾病的基础 所以呢 适量的红肉 对我们的肝脏呢 是有保护和解毒作用的 只是我们要注意 肉的来源和它的饲养方式 一定要选择草寺的牛肉 最后一个呢 就是鸡蛋 鸡蛋同样有个问题 它一定要是 在天然状况下 这个鸡呢 所产生的鸡蛋 鸡蛋里面 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 特别是它含有一种 叫胆碱的营养素 这个胆碱呢 它是帮助燃烧脂肪的 对清理脂肪肝 特别有好处 另外呢 它还含有一些 重要的维生素 像维生素B6 B9和B12 它们为什么重要呢 就是因为它们能够 把身体里面的一种 对心脏和大脑 都有毒性的 同型半光氨酸 转化成 氮氨酸和骨光肝胎 也就是说 把一个毒性的东西 变成一个最强大的 抗氧化剂 对我们很多 甲氧化不足的人来讲 它在这方面呢 是有缺陷的 它缺乏甲氧的供体 那么对甲氧化不足的朋友来讲 红肉和鸡蛋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 鸡蛋呢 还富含必须的脂肪酸 DHA和EPA都有 如果你买的 优质的牧场的鸡蛋呢 这种脂肪酸的含量呢 就会高很多倍 所以呢 对我们希望保持肝脏健康 清理肝脏毒素来讲 好的 优质的鸡蛋 优质的牛肉 都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的 这五种食物呢 我们不把它叫成超级食物 只是说 这些食物呢 我们长期使用呢 会有清肝和饱肝的作用 如果您在这方面 有什么体验和高见呢 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有什么问题呢 也在这里提出来 如果大家希望 真正掌握 自我保健的各种方法和知识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以后的视频 好 端倪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